现在来使用HTTP的Section 物件 Section 物件基本上是用HTTP Serverless QuestSection 方法去取得HTTP的Section 物件 它的运法基本上是这样 HTTP Section 这个类别 然后里面的话我们就是建立一个Section 物件 等于Request.getSection 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是用HTTP来写 因为Section 已经隐含在物件里面了 所以完全不需要Inport 就需要去建立物件就可以用了 但是在Section 里面你还是要做这个动作 你要建立一个Section 物件 Section 物件里面的话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方法 叫做Section HTTP 就是说你要SET 我想应该就知道了 把东西放进去 SET 应该算是修改里面的取 再来的话要取的的话就GET 所以SET GET 你可以把东西放进去 把东西捕出来 然后这个问题就用这两个方法 SET 跟GET HTTP OK 那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应该 我们刚刚有看到过 一样的就是说第一题 题目一 题目二 问题一 问题二 问题一 问题二 我们不是会把问题一 问题二的答案 先存在哪里 前面几个方案是存在所谓的隐藏男位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今天我讲过嘛 那个是一个资料 你可以再存在很多地方 如果你不想要存在隐藏男位 因为隐藏男位的问题 里面的话 如果有用户去看它的Source 就可以知道说 你的隐藏男位的资料 那如果说里面有重要的情绪 比如说是 身份跟记号 或者是你的什么 帐篷密码等等的 那你如果发到隐藏男位的话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基本上其实这一步 不懂的这个漏洞 那这样到时候批得很惨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那个东西是有 有亲密的 你就不能用隐藏男位 那你如果说你要把它 放在Session里面的话 当然是最棒的 因为基本上 后来我们在食物上面 通常 反正无论如何 说 你不用去管隐藏男位 你不用去管骨骑 反正就是放Session就对了 那这样不就 你泡就走 你等于是 全部空用 其实我都 因为讲就是 你至少要知道 对 你至少要知道 但是用不用就体决这样子 对啊 你不能说我自己敲 有时候懂Session 那Session 如果Session 你又不能用的话 如果假如说 那个部分 你一定要用别的方式来 存的话 那你至少可以放出去 或者是其他的 等等的 反正至少我们要知道 你的资料要放在哪里 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我们要把资料存起来的话 首先的话 我这边 其实关键点就在这里 你要建一个Session 所以建一个Session 一直往Session 往下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建一个Session 对不对 那这个物件 其实就是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有点像是 在Server上面 这样暂时让我放资料 有点像一个Server的变数 比如说 在这些程度 也存在说 可以存在一个变数 位置跟资料 可是在网页上面 你网页跟网页 交换的时候 不予许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用Session 来取代 或者是 宣告变数 的这个动作 那里面的话 我要把资料 放进去 很简单 Session开头 这个物件 你打上去之后 点 SET 点SET 它就会跳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也是一样 T T跟Value T的话就是 前面这个名称 后面的话 放一个Value TValue 有没有 也是一样一个T 一个Value 那如果一个T 一个Value 存进去之后呢 你现在要取出来 怎么做 SET进去 然后怎么取出来 GET回来就好了 这非常的简单 那我就把它怎么办 放进去 第一题的答案 问题一 问题二 对不对 下来问题三 这个地方就不需要隐藏栏位 所以这边按完成之后的话 问题三的话 有没有 这地方就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要建一个Session 然后Session 然后Session 这部分 证定 问题一 的答案在这 答案在这 所以把它SET进来 SET进来之后的话 这边的话 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进到这个画面 我要把资料 读出来 读出来 所以读出来的部分的话呢 我这分别 也把资料 用 用GET的方法 所以这边 这边一样 宣告一个Session 然后呢 上面是用SET 上面用GET 有没有 GET 可以把P1 把它读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在SET里面 有两个参数 在GET的话呢 只有一个参数 然后再把什么呢 这些 几分别都把它 GET回来 所以总共有三个答案 三个答案 然后这边的话 那 但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我们用什么 用参数的方式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 因为这个Page 它是用Post 所以我们用 Post 里面呢 也可以准备 所以1 2 3 上面两个 是用Session 然后呢 下面这个 是用 我们用Post Request 里面有一个 Post 方法 可以把里面的参数 读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ession 所以改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 这个Sample 我说一次 基本上跟 那个前面隐藏栏位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个Sample的话 我给它的名称 叫做 Section 你们可以叫HTV Section 的一个 范例 然后呢 里面的话 我是建了一个 也是一样 一个Pom 跟刚刚是一样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是建立了一个 这个 这个 我们在读自己的话 是 这个 这个 也是一样 Questions 这个 这个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 也是要按右键 就在New 一个Sublation 那New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叫做什么 我这边取一个 叫Question Nine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 一样 那里面的话 就是把 刚刚的隐藏栏位 改为Section 就是这三行 这三行 然后把它执行成 各位看一下 这边 基本上应该 开始做档 那第一题的话 就是AA CPP 下一页 下一页的话 这个地方如果按右键 去看ViewSource 的话 这地方就不会有隐藏栏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放在Section 里面 并不是放隐藏栏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CCC 按完成 结果会一模一样 可是 资料存的地方 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放Section 一个是放隐藏栏 甚至你也可以Try一下 你也可以把它放Pookie里面 放Pookie里面 再把它读出来 也是OK的 也没有说不行 甚至你也可以试试看 像Java里面 JavaIO JavaIO里 你可以存一个文字档 放在文字档里面 再把它取出来 也可以 只是说哪一种写法最简单 你要去想哪一种方式最简单 其实基本上 用Section 我对我一直强调 为什么 你连用Section 用这么多 因为Section太好用了 又简单 又不需要说 你要把资料写到Database 或者写到文字档 因为文字档 要写一块的程式 写Database 要写更多的程式 那用Section的话 一个宣告 一个Set 就搞定了 所以Section 真的是目前 资料放置里面最简单 而且也是最方便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的那个Sample 就是我们隐藏栏 的那个Sample 试着把它改写一下 改写成Section版 甚至你也可以把刚刚的 隐藏栏会的那个专案 把它重新再复制贴上 然后再修改一下 那主要改的部分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就把它充成这样 所以你会看 建立一个Section Section 然后就用Section 两个Section 最后输出的话 也是用建立一个Section 物件 然后再绑它 Gate回来 所以这个地方 主要有两个区块 一个是Set进去 一个是Get回来 试试看来 主要是这两个大区块 比较会有问题 比较会有问题 那Section 物件的话 它提供的就是说 可以帮助我们把 一些讯息暂时 存在这个Server上面 但是它还是有生命周期 比如说存在 都永远在 什么时候会消失呢 其实你可以设定它的 就是清存时间 理论上我印象中是 30分钟的样 预设D-Force 好像是30分钟 但是你可以去修改 你可以5分钟就清掉 而且甚至你可以 手动把它清掉 那因为它是存在 那个Memory Server上面没有人 所以Server如果 关机的挖蛋 好像刚才有同学 有说 基本上Server是 没有人在关的 除非说它要做 例行性的那种 设定的话 设定的话 基本上Server是 没有人在关的 是这样的 不设定的 应该关的 不设定 可以的 帮助 也没有人在做 是